第三 圆满臣服 形式在四十八愿当中 修行的方法就是 南无阿弥陀佛 这一句名号 这一句名号是究竟果救 是阿弥陀佛真的 这一句名号是什么意思 阿弥陀佛这四个词 全是范文 范成中国的意思 阿是无 弥陀是量 佛是学物 不是不能犯 能犯 能犯为什么不犯 尊重不犯 无量求 那我们问一问 哪一尊佛不是无量求 只要是佛都是无量求 换一句话说 这个名号是社佛王三世 一切诸佛的通名 总名 念这一句佛号 社佛王三世 所有一切诸佛全念到了 一个都没漏掉 那我们将来成佛了 也是无量求 所以 所以 无量求求是佛的果不果得了 我们今天用他的 用这个果 作为因性 你看 以果为因 因果同事 从果其修 其修结果 这一句阿弥陀佛 就是成佛了 佛就是阿弥陀 阿弥陀就是佛 确确实实 俘获 尊重的原理 事先是佛 事先作佛 事先是佛 是我们本有的 这自信 我们念阿弥陀佛 是事先作佛 那有不成就的道理 那决定到极乐世界 就作佛去了 跟着不可思议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